杨子其实一直在强调,自己就是真的单身,还说如果真的恋爱了就好了。 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,还是很渴望谈恋爱的吧。 杨子从童星出道至今,唯一一次承认的恋情,就是和秦俊杰,但是秦俊杰辜负了杨子的爱。 秦俊杰对身边的异性都很好,胡辣汤事件我想很多网友已经吃过这瓜了。 说明秦俊杰不在乎杨子的感受,所以杨子很讨厌中央空调的男生。 对于这类男生真的不值得爱,杨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分手,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恋情的公布。 他也不再相信靠演戏所转变成的爱情。 杨子为了不在感情中受伤,和所有异性的相处模式,都是做好兄弟,已现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 虽然杨子对合作过的男生不感兴趣,但不代表别人对杨子没有好感。 在余生的花絮中,可以明显看出肖战对杨子的不同。 在他的眼神中,经常可以流露出一种喜欢。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肖战喜欢杨子,尤其是和杨子独处的时候。 像那些下意识的身体动作,是隐藏不了的,他们两个真的是蛮般配的。 当有记者追问真眉和肖战在一起时,杨子下意识地说,我可高攀不起。 肖战都愣住了,难道杨子还没走出之前的恋情吗? 说实话我最近一直在观察他们两个,真的蛮希望他们可以在一起的。 我真的好喜欢他们两个,对此大家怎么看?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